Jack 你要抄我的球是不好抄的 因為我全部都收起來了 換個方向就是這樣 躲下來 然後躲起來 這個時候可以投籃 可以傳球 可以進攻 三位鞋完成 大家好 我是JTC籃球訓練的訓練師Jack 那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我小時候的偶像 陳信安 他來跟大家分享他的技術秘密 歡迎他 Hi JTC的FANS 大家好 我是信安 很開心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安哥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一直都很想要問你 就是你的三威脅 因為打球最乾淨的人 我研究這麼多球員在台灣 我心目中就是你 這沒有關槍 真的 那你是如何打球這麼乾淨 第一個是因為一場球40分鐘 48分鐘 那體力其實很有限 所以我自己在進攻的時候 我不是很喜歡運球 所以我會想辦法在我運球之前 讓自己的動作做得乾淨俐落 那也不用說多乾淨 我只要比防守者快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我都會盡量做到這件事情 我有找到一些你的片段 雖然可能有點模糊 但是我看到非常多 你跟人家不一樣的三威脅 一般而言 正常人的三威脅 可能是拿在腰 刺 刺 可是我看到你非常特別 跟我們學的都不太一樣是 你有大量把球拉起來 好 順時針 逆時針 上下左右的位移的動作 那這個東西是為什麼 今天可不可以教我這樣 好 就今天有這個機會 然後可以在這邊跟大家 跟VanJack一起分享 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在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就一般我們在基礎教學的時候 教練都會說我們三威脅要可以投籃 要可以傳球 也要可以同時可以切入 那運動是一個圓形的運動 它如果是直上直下 對自己來說會非常的吃力 因為直上直下 忽左忽右會讓自己的力量改變 或者是運動的慣性變得比較困難 所以我喜歡把我的所有的動作 都是變成一個圓形的動作 譬如說我接到球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就是可以投籃的 我接到球的第一時間 我就是可以運球的 我接到球的第一時間 我就是可以傳球的 那我就會把三威脅這件事情 結合在同一個動作裡面 我可以運球 我可以傳球 我同時也可以投籃 那為什麼我會做這個圓形的動作 因為我做圓形的動作 其實我是一直在觀察對手 我不會一直看著自己的球 我會一直在觀察對手 到底在做什麼 那當然這件事情 要在幾個來回之後 才可以去真正的執行 因為我必須要去了解 我的對手是什麼樣的屬性 譬如說我跟Jack 今天我的身高比較高 我的優勢就是可以投籃 所以我會用這個圓形的動作 來觀察Jack要怎麼手 譬如說我現在一接到球的時候 正常防守者都會非常的低 那所以我在接到球的第一時間 我接到我就會直接投籃 那如果Jack被我投一次兩次之後 你也知道我就是會投籃的 所以你就會整個從重心降低的情況下 變成重心極高 那我就會讓防守者 去誘導防守者的重心整個往上拉 我想要去做切入了 因為Jack已經不讓我投籃了 所以我就會一直去誘導你 去觀察你 然後做個一兩圈之後 然後第三次再上來的時候 我就會把重心突然往這個方向放下來 因為我在前一個動作 這邊抬上來的時候 我已經發現Jack後面這裡是一個空檔 那我的腦袋已經在想我要走這個位置 所以我先會欺騙防守者過來我的右手邊 那欺騙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重心放低 大部分所有的動物在攻擊的時候 第一件事都是把重心放低 像狗啊 我自己是覺得自己像人也是動物的一種嘛 所以我就會把重心先放下來 然後轉過來 這邊去做投籃或上籃 OK 那我們可能要我請一個人傳球 然後安哥接球做一次 OK 好啊 好一個 當然這個畫圓的東西 不一定他只能切入傳球 他也可以變成把球舉高 然後變成過人 或者是把球放低變成投籃 這兩個東西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怎麼樣使用 不是先套招 要先看防守者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好 所以像剛才的這個動作就是 我在接球的時候 我看到Jack已經比我慢了 所以我先把重心挪過來的時候 在這邊畫一個圓形 回來這一邊 因為我在接球的之前 我已經看到Jack這邊的位置要失掉了 所以我先把重心放下來 放下來讓Jack整形過來 先放下來腳再轉 先放下來腳再轉 不能一開始就想走就打這樣 這樣子會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這樣我就騙不到你了 如果我一開始就這樣 你就會覺得會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你會知道我在做假的 但如果我一開始接到球的時候 這個就會是真的 所以每一個動作都是真的 好 那我要先練習一次嗎 那個 好 哇 等一下 這個有一點難 哇塞 他的角度會有一點大 有一點 就是 其實我不切 我不切這邊 因為 結果論 我是要在這邊投籃 所以我不能讓你在這邊出現 所以我要先讓你在這邊出現 所以 正常是我要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你才會上來 我才會在這邊出現 那如果 我想要在這裡 投籃我們要射陷阱 自己想要之前的東西 前面都在射陷阱 如果我往這邊走 我再過來這裡 這個距離就會很近 對 就會很近 幫收者就會走到我 那如果我是 接到球的時候 往這邊走 或者是 接到往這邊走 都會有很大的空間可以跑出來 好 那我再練一顆 哇 我們先從慢的動作開始 好先從慢的 接到 所以你要 我衝上來的時候 我衝到的時候 你就要把重心 先往這個方向走 掉這裡 所以我就會往這裡 所以你就要 整個衝 對 對 我就會撕掉這個位置 OK 所以所有的訓練 包括我自己 都是從很慢 快一點點 到變快 所有我的動作 剛這麼快 都是循序漸進 有的時候你在接的時候 你要看我在幹嘛 因為球不會變 人也不會變 籃空也不會變 只有我跟你的位置會變得而已 對 所以你在接球 接的時候你就要看 我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 要追過來 你就 你就把重心撐下來 一撐下來 我就會來補這個位置 對 一定得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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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撐下去就是攻擊 只要一蹲下去 就是代表要攻擊 那撐的時間 就是 像我剛剛有一點不太清楚 是 我什麼時候要掉這個東西 這個時候你是主動 你什麼時候要讓我過去 你決定 你有球你是主動的 所以你什麼時候要把我騙過去 OK 所以我 是你要把我騙過去 懂了 我永遠是主動的 我慢動作 我接到球 我是主動的 如果我沉下去 我沉下去你不來 對 我沉下去你不來 我就會走了 OK 對 所以 如果 接到球 我沉下去 哇賽 我一定得 我一定得 你一定得走 你一定要走 所以我沉下去的時候 我可以把球 Coby最喜歡的就是把球畫這個 然後如果 沒有那麼習慣的 就是把球 抱住 抱在自己的身體 轉過來 對 所以 我們試著把球靠近自己的身體 靠近自己的身體 靠近自己的身體 對 對對對 所以我剛剛就犯規啦 好 剛才有一個很小的細節 我就打到你的臉 對 那過頂的時候要怎麼去使用 好 剛才我們走下面就是因為 他重心太高 就比如說Jack 你現在重心太高的時候 我就可以從接到球的情況下 從你的手底下去過人 那 反過來 我什麼時候要走上面 就是 這個防守的重心非常低 而且非常的靠近 所以我就可以接到球的情況下 從他的手的上面 重心很低很靠近的情況下 我就可以從上面去過 這個時候就不會再去畫 對 或者是 或者是我也 現在防守 重心還是高的 我就可以把他重心放低 讓他跟著球走 走起來 我就可以走上面 喔 對 所以這個圓形的動作會非常的好用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對 剛才就會有一個拉手的動作 對啊 就犯規了 就一定要拉手 一定犯規了 所以要試一次 對要試一次 安根就直接把我過掉 OK 哇 根本都 你都還用不到這個 我就被你過了 有其實我已經用了 已經用了 我已經用了 蛤 因為你的防守 所以我剛剛是做了一個 1 1 2 3 我是做了 1個圓 2個圓 3個圓 只是節奏不一樣 所以我會變成 接到球 1 2 3 哇 對 哇 有用有用 有用 這好難喔 然後 最主要是要 清出空間 才能開始使用 我們不套 不套招 所以剛才是 接到球 對 轉一圈 然後先把重心騙過來 1 2 3 所以是做了3個假動作 對 3個 所以它的原則其實是 在過頂 或者是下方 這個圓形的時候 去做各種假動作 對 然後 製造防守者的上 就譬如說 我要跟著球 我要想辦法讓 防守者去跟著這個球 不能 就譬如說球 讓防守者 的眼睛一直失去錯位 然後變重心也錯位 讓他的眼睛失焦 對 主要是讓防守者的重心錯位 對 那我覺得這個樣子應該 我大概理解了 所以其實根本就 安哥你根本也不是 真的要這樣子 然後去示範用什麼招 而是 你都是在這些過程中 因為像影片當中 我看你這樣拉起來 蹦 你下球 那個防守者是直接站在原地 有一次我看到的是 安哥大概在這個位置 然後你拉高 然後你就直接 就滾往右邊了 然後那個時候 你就直接上籃了 對 所以原來都是因為這些原因 都是其實原理全部都是同一個 去研究對手的習性 如果對手是一個退 手很慢的人 那相對我只要把他引右上來 像你剛剛講中間那球 我記得是跟國外的選手 他一定會比較高 對 對亞洲的我很喜歡 從肩膀上去過人 對就直接過 但對到 只要離開亞洲西亞的 我就很喜歡 引右上來之後 去畫一個圓圈 從底下過人 所以我會看 對方是 身高 然後在他的防守的習慣 很低還是很高 或者是他是有噸位 還是他偏瘦 那我再來決定 我要怎麼過 OK 好 那剛剛安哥 我剛剛被你過的過程中 我看到你有很多降重心 跟轉移重心 跟旋轉身體的方式 是我 至少我本人是第一次 這麼近距離看過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你是如何去使用你的身體 哪些細節要特別注意 才會是像你一樣這麼流暢 好 我們在做這些動作的 主要是進攻 但在進攻的過程 要怎麼樣去使用 就是要 我們要去誘導防守者 來抄我們的這個球 他想要抄這個球的時候 我們才有機會去變換防守者的中心 那相對回來 進攻者要做什麼 我們要誘導防守者來抄球 代表我們很容易掉球 這個時候更要把球保護好 那怎麼樣去保護好球的情況下 又能去誘導防守者 如果我們是擺在前面 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擺在前面 我的球很容易就會被抄走了 所以我在做這個畫圓圈的時候 我會把球放在我的頭後面 放在我的頭後面的時候 防守者如果成退 我接下來就可以直接投籃 但是如果防守者一過來的時候 代表我已經進到了這個攻擊的距離 如果不習慣這個訓練方式的 我們就可以多做幾次 我就會把它躲到耳朵的後面 然後轉過來 然後把重心放下來 那一樣把腳踩開 球還是躲在後面 然後有兩個方式過去 第一個是把球收回肚子裡面 讓防守者拿不到球 或者是第二個方式 一樣誘導防守者的重心整個往下 然後再過來 那回到右邊的時候一樣 我會把球躲在後面 然後躲在耳朵後面 然後躲到頭後面 躲到耳朵後面 躲到身體後面 躲到底下 所以整體的如果我們 做一個我們的順時針的情況就會變這樣 然後整個腳尖 腳尖膝蓋全部都要跟著走 然後躲到耳朵後面 所以其實Jack你要操我的球是不好操的 因為我全部都收起來了 然後換個方向就是這樣 躲下來 然後躲起來 這個時候可以投籃 可以傳球 可以進攻這樣 三位鞋完成 好 所以這是按跟你使用身體的方式 好 我先做做看 好 躲到頭後面 躲在耳朵後面 耳朵 耳朵後面然後不能讓我操掉球 然後躲到頭後面 我操不到球 然後躲到耳朵後面 確定我操不到球 然後躲到腳後面 確定我操不到球 然後躲到底下 確定我的重心會太低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投籃 這個時候就可以投籃 對 然後再躲到耳朵後面 再躲到耳朵後面 對 然後再躲到頭後面 你要引右我的重心往變高 往上就是要引右防守者 然後躲到頭後面 躲到耳朵後面 然後躲到腳後面 膝蓋 對 為什麼要躲到腳後面 就是我們往下的時候就是要進攻 進攻就是要運球 所以一躲下來的時候就是要放在底下 OK 為什麼因為我要馬上下球 但如果我從這邊 這個下球的距離 看起來沒差多少 但實際上執行的反應會差很多 所以我們就要躲到底下 然後 Head up這樣 對 然後再走下面 對 那如果我們這邊已經走習慣 那就換一邊走 對 再走上來 對 然後再走下去 再走下來 對 再走 然後如果兩邊都很習慣的時候 你就可以從下面的交換 下面的交換 對 就是輪流走 左一左一右 左 右 右 然後左 這個時候我就會一直被你騙 喔 對 然後如果下面很習慣了 我們就開始走上面 下面 好 很多 對 我就會 對 喔 好 這樣我就會轉了 你就已經會了 對 好 好 謝謝翔哥 謝謝 是 那這次非常榮幸 可以請陳信安到JTC籃球訓練的訓練頻道 跟大家分享一些他的經驗 還有他的這些寶貴的知識 但其實他還有更多的知識 在他即將推出的線上課程當中 如果你覺得在這部影片 你都覺得有所收穫 包含Jack本人 我都覺得學到非常多東西的話 你一定要去購買跟觀看 這一次台灣非人提供的課程 我會把相關資訊放在資訊欄 希望大家去好好支持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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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